王璇说 年轻人 你自奔虔诚吧 我们要赶路了 龙飞说 我出来乍到举目无亲 无处谋生 好不容易见到小姨子 咱们就会到一处吧 白磊笑道 谁是你的小姨子 你倒挺会黏糊人的 王磊对王璇道 王妈 我看他挺厚道的 就随他吧 还是个帮手 王璇瞪了白磊一眼 龙飞说 你们还不相信我啊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白磊惊奇地问 什么东西 龙飞从跳水前 弃下的一个包袱里 取出一柄木香扇 展开一看 香气扑鼻 白磊惊喜地说 这是姐姐不离手的扇子 王璇接过扇子 仔细端详着 这梅花图 莫非就在这扇子上 王璇就在这扇子上 王璇转怒为笑 岳母大人 岳母大人 如果喜欢 就先用着吧 白磊瞪了他一眼 什么岳母大人 他叫王妈 是我的奶妈 龙飞说 烧了半天香 还烧错佛了 对 王妈 王妈 龙飞望着挑肤 好 好 感谢观看